中华跟府中心七合 連接在和美跟中华 基盤兩張青豬的外套 用上溫柔的力量來背叛 所有社區青豬跟家府里董 做會慶祝無情節 已經基盤20年的里董 穿戶比賽 随著小組化的關係 今年第一次扳款20到6歲 但是一時也沒辦法 當現場有這麼進行 小朋友帶著媽媽準備的母子 衣服、褲子以及牌子 用手機的速度 待會她每個月都是外甲 可以到你的一面 誰來? 媽媽 媽媽帶你來 今天表現是好不好 那我請問第二組的 好 物品都準備好了嗎? 媽媽很高興喔 我們希望媽媽再協助看一下 有 新年有來 覺得有進步嗎? 有有進步 因為去年是中班 今年是大班 有進步嗎? 有 有 他去年都沒有得名 有 有 你整年去年了嗎? 沒有 好像前一兩個月學校有 我們彰化嘉湖 那個幼兒穿透比賽 今年是第二十年的一個舉辦 那這二十年來現在 二十年前參加的 現在也已經二十三四歲了 那很高興就是說 這個是我們社區的 主要是我們社區的活動 不是我們嘉湖的這些 中低收入戶的一個活動 所以社區他們報名非常踴躍 就是從三歲到六歲都可以報名 那過去我們 我們在報名的時候是非常嚴格 因為那時候多子多孫 所以說三歲的孩子一下子就滿了 那今天我們報名的人數總共有八十個 八十個幼兒 那這些幼兒希望藉著他們的一個 一個就是穿透比賽 能夠了解這些孩子的一個 他們的一個動作啊 還有各方面的一個靈活度 那也可以促進親子關係 所以說我們嘉湖辦的這個社區活動 希望能夠藉著嘉湖的一個社工專業 還有對幼兒的一個親子的一個專長 能夠幫助家長參與這個活動 讓整個活動在充滿的一國親之下 也是為了慶祝母親節 感謝這些社區的媽媽 要照顧孩子的辛苦 結束好美的活動 嘉湖中心媽尚有個 在中華基盤要團成英雅會 接受來自建設公司 所關鍵的高級影響組 當時也為所有的在地六十里董 提供免費的保持以及口號的活動 大家都知道媽媽是最辛苦的 雖然我的媽媽已經不在身邊 但是媽媽從小教育我們 能做就要為社會做 特別我在創校學活動 一直告訴我幫助別人是最幸福的 那今天我們跟我們所有的夥伴 一起來辦這個愛傳承音樂會 就是要把媽媽和岳母的偉大傳承下去 為什麼叫鄉平教育中心呢 因為媽媽叫陳鄉岳母叫秀平 所以用兩位老人家在天上的老人家的名字 來成立這樣的一個地點 就是希望能夠照顧更多 需要被照顧的孩子 能夠讓他們讀書 學習有一個很好的場所 不會成為社會的負擔 好好的培育他們 雖然在一天來本做兩地基盤兩種活動 是非常辛苦 但是家府中心的工作人員 對社會國際的付出 也表達最大的感謝 也就讓天下所有的母親 都可以永遠的快樂 新中華新聞 江戴晟 好美中華蔡英文報導 謝謝大家 好